大家好,我是机电将 本期视频我们去探索一下这个阿尔卑斯电动音量电位器 它的电动音量调节离合器是怎么工作的 还有它经久耐用没有杂音的工艺是怎么做到的 这是一个二手的四连电动音量电位器 是我上高中的时候淘来的 装在了这块自制的电路板上面 用来给自己做的工放做音量调节 电位器的组值是四连100K 后面有一个电动的调节马达 品牌是著名的阿尔卑斯 用过阿尔卑斯的朋友应该知道 阿尔卑斯的电位器质量是非常的可靠 但就是太贵 拆开之前先把电位器从电路板上面取下来 这种多引脚的器件用风枪不好吹 只好一个一个的把原件的引脚和焊孔分离开来 这个电位器到我手里至少有20年 橙色看着还可以 拆下来之前它的工作状态一直很好 音量调节一点杂音都没有 通电试一下电动音量调节 这是电动的加音量 这是电动的减音量 这么多年一直好奇这个电位器的电动调节 离合器是怎么工作的 它可以手动电动互不干扰 我猜测它是一个利用滑动摩擦的离合器 我们拆开以后就可以知道它是什么样子了 拆定位器没有什么难度 只要把这四个卡扣打开就可以看到里面的东西了 拆下第一层轴套 轴和轴套上面都有一个线位的凸起 我一直以为这根粗轴会一直通到底 但没想到粗的这根轴后面还有一根细轴 这根粗轴放大看细节做工还是不错的 把粗轴放到轴套里面看看它的线位是怎么工作的 这是那根细轴 粗轴跟细轴是通过一个凸起来避免插反的 拆下第二层 这个应该就是电位器的本体 分开以后有两个电位器 这个看来是模块化的 可以组成二连四连六连八连 这是电位器的碳膜 二十几年了 光洁如新 没有一点灰尘 看来密封做得很好 难怪这么多年一点杂音都没有 这是电位器的转币 加工非常精致 和细轴的配合间隙也非常的小 所以才会密封特别好 没有灰尘 看来贵还是有道理的 继续拆 下面应该就是离合器和减速机 哦 这下明白了 就是一个铜片压着一个铁片 然后有一些油做润滑 可以形成一个阻尼 同时还是离合器 原理很简单 大涡轮带着小涡轮转 小涡轮带着离合器转 当需要电动调节音量的时候 给电机加电 电机转的时候 带动离合器转 离合器就可以带动小轴转 小轴就可以带动电位器转 当电位器转到线位卡的位置的时候 离合器就会起作用 让它不再继续转 用离合器打滑来实现电动手动 互不干扰 这个设计很巧妙 好了 多年的谜团已经解开 阿尔卑斯电位器的柜 的确有道理 它的质量真的很好 如果遇到质量要求很高的场合 我还是会用阿尔卑斯的电位器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